此ressing ! 字幕提供 现场同修 还有全球在各地 线上连线共修 法友善信大德 大家平安吉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今天是吉祥会共日 也是周末 我们第一阶段呢 要来跟大家探讨修学佛法的重要问题 那在开始之前呢 有重要的最近的法会活动 要来跟大家宣布 这是12月20号 为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 阿弥陀如来圣诞纪念日 我们观音山道场呢 为了庆赞阿弥陀佛的圣诞 有举办了一系列的法会活动 我们主要会整以下三项 第一项呢 就是12月19号 我们会在普里阿弥陀佛道场 举办阿弥陀佛的会共法会 法会全程呢 也是全球线上直播 那欢迎十方法友共结法园 第二项呢 就是注印 一本重要的经典 叫做《佛说阿弥陀经》的药解 这本《佛说阿弥陀经》药解呢 是明末清初 净土宗的九祖偶艺大师的著作 那这一部药解是被公认 《佛说阿弥陀经》最好的一本著作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观音山发起目击注印 共两千本 希望大家有这样的欢喜发心 就自由参赞 敬邀十方善信 大德法友共成善业 再来第三项 观音山道场在十二月份 宜兰海域 要举办九孔放流活动 这放流活动呢 当然是合法的 这次是与政府相关单位 共同配合政府的政策 然后跟学者专家 共同规划 技术指导 来保育健全海洋的生态系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参赞 那我们放生放流 这个九孔呢 大家都听过九孔 但是很多人不一定 你真的看过九孔 这种海洋生物 对不对 它没有办法自己翻转翻身的 它就是要附在石头上 才能移动进石 所以当我们要做放流活动的时候 我们会请专业的潜水员 下海协助将九孔 放置在胶岩的石缝中 使其顺利附着生长 这是一场非常难得 和政府相关机关合法的 互生放流活动 有人常常感慨 自己今生鱼虾水族吃太多 这方面沙业太重 那我们这一次的水族放流活动 正是你忏悔消夜的大好时机了 好 现在开始 要来跟大家探讨 修学佛法问题 第一个问题 一位四归一的陈小姐 三十三岁 陈小姐问到 现代人出现精神上的状况 像是忧郁症 躁郁症 恐慌症 已经变成普遍性的现象 确实 根据统计 得到忧郁症 躁郁症相关病症的人 大概有三亿多人 而且大概四十几秒 就有一个人因为这种病自杀 我们在这边 始终滴答滴答的过去 等一下又有一个人 因为这种病自杀 所以它给我们带来的 无论是生活上的冲击 家庭结构的 一个毁伤性 还有经济上的缺损 不可小觑 所以你就是 会问到这个问题 这确实是很重要 你的问题继续问到 但如果一个家庭 或一个地区 出现这样精神状况的人多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先在这里给你回答 一个家庭或一个地区 一个村庄 或者一个宗族 宗脉 都出现很多像这样的 精神观能疾患的人 那就是大家有共业所知的 过去生造作的恶业 它的形态是差不多的 或轻或重 时间或长或短 危害 伤害有情的状况 也不尽相同 有的是主犯 有的是从犯 有的是主凶 有的是帮凶 所以你现在受报的状况 也不一样 当时在旁边 就是没有劝阻 还随喜的 甚至有人在呐喊的 摇旗呐喊 现在你就是担惊 受怕 在旁边很忧愁 这样回来就是这样 你又问到 点光明灯 或者佛前供灯 是否可以帮助 这样的状况改善吗 可以的 但是要看这个人状况的轻重 你说这人忧郁症很久 点一盏佛灯 它当场立刻就好很多 甚至完全康复 也是有的 也是有的 但是毕竟是少数 大部分的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带着点点滴滴 或者是多声累劫 因为这样的习气 毛病不改 就有相呼应的业力的造作 所以点点滴滴 你说一下子就把这些恩恩怨怨 因因果果都给取消掉 那也不合因果法则 所以是有这样子 有这样的一个业障很轻的 佛前供灯或做一点随喜的小善事 是很大的改变 很大的改善 那也有是他受报的时间将近 就差那么一盏灯的功德 一点你好了你就觉得全部都是这盏灯的功德 有这样的错觉 因为因果通三世 那一般人没有通达三世的智慧 只会看眼前这样的一个状况 自己就做出判断意测 有的时候跟真理只是相违背 那么当这样的人点灯 除了点灯以外 如何帮助这些深受精神折磨所苦的人呢 帮他点灯 就是他的心 他的自信 增添了佛法三宝的光明 但是一般人他有得到忧郁症 他是有原因的 那得到忧郁症 无论是自己或别人 首先呢 你要找专家来帮你判断 你说得到忧郁症 很多人说那忧郁症都是因果报应 医生打针吃药治不好 那也不一定 忧郁症去就医康复的 也大有人在 所以那医生是专家 他有这方面的专业 你应该去就医诊断 那如果去就医诊断呢 你从医生的给你的问诊当中 你可以跟他问问题 你可以听得出来 你的病症是否受到了解 然后他都在他的掌控范围之内 还是他根本也没办法 只能开药给你控制 就是吃药给你控制 你就少发作 或者减轻 那没有吃药 你就常发作 或者他只能这样压制住它 根本没有在病源 病根上面 做治疗 也就是说你知道 他只能控制 好像他治不好你了 那你可以去探讨 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我们人体 是有四大地水火风 组合成的 地大呢 包括你的皮肤 肌肉 骨骼 水大呢 就是你的体液 血液 组织液 这些液体的 火大是你的体温 风大是你的气息 那就少一个 就很难火了 就活不下去了 所以这四大 就是要 不能失调 当四大协调的时候 这人看起来是很舒适 很安乐的 就是无病无脑 四大一失调 就开始会不舒服 焦躁不安 或者萎靡不振 无精打采 甚至有的人 丧失心神都有的 严重的就失去生命了 所以你看你 是不是四大失调了 或者是丈夫有病了 或者你的生活作息失调 比如你的熬夜 过老 或者就是思虑过度 想很多 常常都觉得头都热热的 压力都很大 常常都要跟人家针锋相对 郁郁寡欢 因为你四大肯定不调 要懂得去 我们都讲安居 要在一个你自己友善的环境 你自己觉得很友善的环境 对自己有帮助 能够掌养 这样的环境 你看我们修秘法的仪轨 去找那些 秘序上面有讲道的地理 很好的环境 还有一个是什么 常常修到的 一个舒适的环境 自己喜欢的环境 不被打搅的环境 所以你的工作 还有你住的地方 像有的人 他为什么 他说跟某某同修约 你说因为我持戒 你也持戒 我们来做室友 一起分担房租 大家一起共修 志同道合 你知道持戒的人 每天如果回到他的家里 看到人家都在犯戒 四大会失调 心力很冲击 然后他还讽刺你两句 你个性都扭曲 真的是会这样 要么他转变你 要么你转变他 要么就是两个人 定来定去 打来打去 那个心在那边 冲击来冲击去 那你四大就会失调 就不协调 所以就要找那种 吉祥的地方去安居 去住 住在这里不吵 没有恶邻居 没有人常常要来 找我麻烦 对付我 那你说 那躺在那边 睡到太阳都快下山了 都没有人来找你麻烦 那也不对 这也是四大四条 就是你这个人 如果是懈怠偏差错误 人家要来规劝你 这是如法的 合乎情理的 他能争议你四大协调的 所以你有的人 去僧团也好 道场也好 经社也好 传堂也好 他就为了让自己的四大协调 道业能够增进 所以你看看你是不是处在过劳 过度压抑 过度的压力很大 害怕 紧张 有的人 他住的地方闹鬼 对不对 他也不搬 他就整天被闹鬼 被闹鬼 你说他四大会协调吗 那没办法 或者他那里就是有噪音 他没有办法好好休息 长期的失眠 四大就失调 你会生病的 有生理病 心理病 所以也许你的忧郁症 你的抑郁症 或者是躁郁症 是这样来的 或者 你就是一个 从来不运动 天使 爱吃很油 很咸 你看最近又有人 新闻媒体又报一个知名人士 胰脏癌 过世了 对不对 胰脏癌的 高危险族群是什么 吃那种过油 过咸 高糖 高热量 一下吃很饱 很肠 好过瘾这样 一下吃很辣 很油 这样 然后在那边挺着 那个肚子躺在那边让它消化 那你看你那个胰脏 它才多大呀 它是不是要一直分泌 一直喷它的那个胰岛素 对不对 你要超死它呀 它刚开始就是要发炎 最早就生病 然后就长东西了 然后就报废了 很快一下 胰脏癌是俗称癌症之王 对不对 一下就走了 所以你这样过度的使用你的身体 你四大这种失调是自己造成的 你都不运动保养 有的人年纪大了以后 他也要像说他十八岁的时候他那样的运动 你已经五六十了 你应该做你合乎你的年龄的运动 对不对 做做体操啊 散步啊 打一打太极拳啊 这是适度的 不然四大又失调啊 所以人一生都要看好自己的色身 甲体还有精神状态 让它保持在协调的状态 保养它 然后善护你的这个身体啊 自身 然后好好的去修行 这是修行的重要一环 这是修行的一个基础 很多人学佛修行觉得说随便啦 有的吃就好了啦 好像讲得好像很超然 自己很不重视口腹之欲一样 对不对 所以他常常吃就是乱吃一通 或者就是说什么 不要有分别心 可是他这个人待人处事特别有分别心 他在吃东西的时候都是没有分别心 那有的已经是隔夜不该吃的 有的都长毛的 有的已经酸酸臭臭的 他还是往嘴里塞 这个都修错了 乱修一通 诸如此类的我不一一例举了 你自己去查 有的人饮食习惯 他会做八观摘戒 他会断食 让这个肠道啊 好好地去把它进化 你会发现这个忧郁症会减轻 甚至康复 甚至那个焦虑会没有 原来从小到大都养成 把肚子挤得薄薄的 塞得薄薄的这种习惯了 所以你要去好好地去观察 你是不是有这些 四大不挑的原因 再来呢 刚才讲的是 身体状况比较多 现在主要讲 心理状况 你认识想就是偏差错误 常常都想一些 自私到底的 想一些不友善的 想一些跟道理相违背的 你说世间人没有皈依佛法 他这样子偏差错误 那就是很多啊 你已经皈依佛法了 皈依三宝 你皈依法就要随时法啊 要臣服 要臣服在三宝的加持引导之下 所以你有很多的见解想法啊 都跟佛法违背 佛法是跟人性完全相呼应的 完全契合人性 他把人性呢 他内在潜能完全 刀引启发 而与佛性相融合 达到无上的相应 所以一开始 你就跟基础佛法有抵触的人 没有办法修高阶的佛法 你在密宗来讲 修密法 修大瑜伽 无比瑜伽 无上瑜伽 我那个都对你来讲 那都还十万八千里了 为什么 人的心不正 思想偏差错误 都想那些 跟道理违背的事情 已经想成习惯 想成凝固了 那这些真的是找了自己很大的麻烦 把自己变成一种很容易忧郁 很容易躁欲 很容易焦虑 很容易有被害妄想症 常常觉得人家都对我不友善 常常觉得我吃大亏 常常觉得不公平 分食技术 你把自己变成这样的体质 心理状态 自己造成的 以上 身体的 心理的 医生都可以帮助到你 专业的 心理辅导的人员 或者是 某一些禅修 灵修的人士 也许可以帮助到你 只要他有正确的观念 包括修学佛法 他都可以帮助到你 怎么样去尽心 怎么样用八正道 来引导我们的身心 你看你 皈依法的人 你为什么八正道在你身上没有出现呢 那你怎么皈依法呢 皈依界还是说都有在手 都常常犯呢 跟佛法正理 常常杠起来 常常矛盾 针锋相对 那个都不叫皈依 那给自己带来很多的困难 给自他带来很多的危害 再来呢 再来呢 就是因果方面的 前面讲的身体的 精神的 医学的 或者是精神思想的 现在讲因果的 因果方面是什么 你过去给人带来痛苦 现在呢 这个果报成熟了 患你痛苦 所以你没有原因 冷气也很舒服 吃的也不饱不脏 身体很健康 也不缺钱花 也没有人骂我 要伤害我 但是我就犹豫 那为什么 你的夜报成熟了 甚至你有因果夜报 逃都逃不了的 你就算你住的那个房间 有好几层的钢板打造起来的 那个因果夜报 也照样作用在你身上 你跑到哪里都一向 你钻到地底下 你也跑 逃不过因果夜报的 你天上飞再高 你都受因果的限制 因果的作用 都会在你身上显现出来 所以 持戒很重要 你现在受苦的时候 应该想到 我相信因果 深信因果 我以前一定做 像我现在同等 或者超过我现在 让人痛苦的事情 在别人身上 我现在也要忏悔 而且以后都不敢做 所以有的人 戒律吃得好 是因为他身上病苦多 有的人病 病苦很多 逆境很多 白白的 受到这样的病苦 白白的受到这样的逆境 只有人最傻 有的人 聪明智慧的人 他受到这个病苦 就想 我才病这么轻 就这么不舒服 我要是病重一点 怎么 不堪想象 谨慎因果 好重要 他再得一点小病 他就不敢再造业 这样倒是有智慧 也就是大病一场 甚至都九死一生过 他都还没有得到智慧经验 没有得到教训 还是不信因果 还是敢随便乱做的 其实这样就是凸显出 他是没有智慧的人 所以造作一切的损人 不利己的这种恶业前因 他成熟了 你就有这些犹豫造欲 焦虑被害妄想 还有一个鬼神干扰 鬼神跟因果有点关系 但是他比较不是这么直接 怎么讲 他是你跟这个鬼神 过去是有恩怨的 有过节的 遇到这个恩怨过节的时候 这鬼神觉得说 鬼神都有神通 对不对 他看到你他会想起很多事 往事一幕一幕现在眼前 他看他 受不了了 他就决定来给你 让你吃亏 给你引导 所以你住到这个房间里 这地方如果有对你不友善的鬼神 你回到那个房间 你就 好想死 对不对 我都不想动 我都好懒 我什么都想放弃 这个世界都把我边缘化了 万念俱灰 也忽然间的 这种感觉 吸上心头 鬼神给你引导了 鬼神加诸于你 或者鬼魅精怪 我都包含在这个范围 那你说神呢 神有正神有邪神 对不对 那所以有这些问题 因果的话 因果的话医生给你帮助就有限了 你要用佛法 解怨诗解 在密宗有习增怀诛的法门 好 去化解这些鬼神的障碍 但是如果是有数愿冤欠的呢 你就要请本尊做主 行功造德跟人解怨诗解 那现在是末法 我们看人跟人之间 人群与人群之间 你看这国家的党派与党派之间 那种冲突 是不是无所不用其极 对不对 国与国之间 简直是机关算尽 你死我活 什么都是最现实的 因为末法的时候就是这样 所以你从国与国之间 族群族群之间 人与人之间 这种互动 你可以推断 你看不到鬼神 对不对 但是你可以因此推断 鬼神跟鬼神之间 或鬼神跟我们之间是什么状况 那也是很剧烈的 你有时候走在路上 没什么事就会遇到凶恶鬼神 他就给你不舒服了 没什么事你就拉肚子 没什么事你就发烧 没什么事就吵架 对不对 没什么事就撞一下 他到处有这些看你不顺眼的 你就会这样 那但是 学佛行善的人有护法善神保佑 那就差很多了 人就会平安 所以你自己要去看 或今天讲你去看 到底是哪个问题 是我思想错误呢 那你就要多听闻佛法的正知正界 要记得臣服 臣服在三宝加持引导之下 要随顺佛法真理 你若不臣服不随顺 妄自尊大 以自己的想法奉为人生的准则 那你自己就是要负起全责了 所以我就是给大家做这样的分析 希望你周围有这样的人 或者你自身有这样的不幸 有这样的病症 或者你已经开始有一点了 赶快善用身边的各种助援 来把它消灭掉 来把它改善 这忧郁症 躁愈症 恐慌症 被害妄想症 它是会好的 会康复的 在佛门有很多的例子 而且它好的程度是完全好 完全像正常人一样 每天还开开心心的 大有人在 再来第二个问题 有一位台南的曾女士 四归一弟子 41岁 她说尊贵上师曾经开示 幽明灯可以针对先王祖先来点灯 还也可以点灯回向给堕胎流产的英灵 俗称水儿 无缘水儿 它跟你在阳世这种亲子之缘 就是因为某种的原因 然后变成无缘 说是无缘 却是有孽缘 对不对 没有办法像一般正常的人的亲子关系 变成一个吹讨冤欠的关系了 这个点灯给冤亲寨主一直纠缠自己的无形众生 为他们点灯 请世上师 冤亲寨主与一直纠缠自己的无形众生差别在哪里 有的时候是一样的 用到纠缠这个字眼 大概就没什么好的了 你如果一直纠缠着你 要拿钱给你花 看起来好像有钱花不错 但是纠缠着你拿钱给你花 有的时候也会出事情 我们的社会案件很多 一个人是男孩子追女孩子的时候 说我要包养你 我一个月要给你多少钱 到最后不是打打杀杀 对簿公堂 是不是 有很多这一类问题 通说是过去有因缘才成为冤亲寨主 才能晋身 为何有不列于冤亲寨主之列的无形众生来纠缠呢 一般来纠缠就是若干的冤结 你才会用到纠缠这个名词 那也不是冤亲寨主才能晋身 跟人一样 你要靠近某一位小姐 绝对可以的 对不对 只要她走到街上被你看到 你要靠近她可以 但是你要碰她一下 那后果就不知道了 也许她会说谢谢你 也许她打110 怎么知道呢 因为看你跟她的那个因缘是怎么样的 所以你这个问题大概就是这个 对这个纠缠自己的无趣 还有冤亲寨主 冤亲寨主有比较短期所报的 他跟你的冤欠比较浅 受报时间比较短 但是也有受报时间短 冤欠很深的 形态不同 错综复杂 一直纠缠着你的 那就是你们过去结恩怨的时间比较长 你受报的时间会比较长 所以她就一直纠缠着你让你生病 纠缠着让你忧郁症 纠缠着让你失眠 纠缠着让你家庭不和睦 经济不睡 身体不健康等等的 都有 但是这都叫冤亲寨主了 统称都叫冤亲寨主 有的就是时间长 有的时间短 我们交朋友也是 有的就是交的时间就是老朋友了 对不对 有的就是 几天就闹翻了也有 几分钟就闹翻了也有 都是一样的 再来彰化田女士 六十八岁 你讲到有亲友生病住院求医往校 医院通知家属随时做好准备 也就是这个人病人随时会舍报 亲友家属上讨后也同意 把管不再接受急救治疗 请示尊归上师 这个时候是要接回家里 还是留在医院比较好呢 在医院把管好还是回家把管好 如果家里有习俗 临终前会把所有的家人亲友找来 送最后一层 大家都去送他最后一层 这样比较好吗 要怎么样才能真正帮助到临将 即将临命中的人呢 在医院把管好还是在家里把管好 在能够帮助他静心起正念 能够稳当得到往生善处的地方最好 哪怕那个地方也许是路边 你看有的人他发生车祸 我不是讲几年前一位金刚上师来台湾 他在路边散步被车撞倒了 这位金刚上师闭关 他也避破瓦的关了 专修的 一般摔倒了自己赶快爬起来不就没事吗 对不对 他发现自己没有办法爬起来 躺在那边 旁边就在那边吵杂的声音 然后有人就说要打电话叫救护车 他不愧是一位金刚上师 反正动不了了 开始牵士法观修次第 开始起请 从皈依发心就开始了 起请闻闹 皈依上师 三根本加持 皈依发心 四五亮眼就开始 生起破瓦法次第 因为可能自己他不知道 刚被撞的时候搞不清楚状况 自己不大能动 谁晓得是不是要走 因为一般人没有这样的正念 你不要觉得这样很简单 你想说换成我的话 我大概觉得不能动 我大概也可以观修 对不对 没有 紧张 恐怖 我在那边 天选地转 呼吸急促 心脏快要从嘴巴跳出来了 一般人会这样 有学佛的也会这样 那时那位上师已经是老修了 老上师闭关多年了 他才能这样子 你不要觉得这是很普通的案例 所以你平常有没有于一法千锤百炼 你说我依轨背不出来 对不对 千世法的依轨我背不出来 但是那个次第你应该清楚 对不对 那个过程你应该清楚 或者你每个月温习一次 一个礼拜修一次 那个次第你应该 那个状态 那还不简单 那就是头顶出去 大阿弥陀佛的心理 就这么简单了 是不是 如果在医院 没有办法让他静下来 平静下来 很有尊严的 或者很安详的 或者生起正念 来进入死亡 那医院也不是好地方 对不对 如果回家了 能够有这些药件 那很好 如果回家没有这些药件 还要等很多亲友打电话 你赶快来啊 赶快要走了 赶快来追到外面 你赶快 没有车 你坐计程车 不会啊 在那边吵吵吵 有没有 然后那个 准备要走 那个人都听到了 这也不是很好的一个习俗 习俗 习俗你要看 真的对人有利益有帮助 那就是好习俗 对人不见得有利益有帮助 你不一定要遵从啊 不一定要遵从啊 有人说放生 放生最好念什么仪轨 那个生灵鱼啊 都在那边晒太阳 有的快要 温度快要变高 快要危及生命 你还在那边念念念念 等一下我们再加念一个 再加念一个 再加念就浮起来了 最好就是赶快让他活下去 你不放一放 然后再补念再回向给他们 是不是 我们人也一样啊 你在哪里最好往生到净土 往生到山去就是好地方 医院也好 家里也好 你说啊 我们台湾人啊 都觉得医院不干净 家里毕竟是自己的家 在自己家里往生 比较有安全感 比较有归属感 就回家了嘛 对不对 我们都还有做着流行歌曲回家 是不是 大家都觉得回家好回家 回家不一定 你总之要有修 如果有善知识给你引导 那很好 一个出家众 一个法师 或者是会做临终导引的 那真的是很有福报 那有的人就说 医院不干净 很多鬼啊 很多人在那里死亡 回家比较好 可是我听法友讲 台湾习俗是希望我们亲人回家把管 法友跟我讲 他们是希望在医院 不让回家比较好 我不知道各省有没有一样 听我们台湾讲说 我们都把快要断气的人 接回家里再把管子拿掉 那他听了很惊讶 你们台湾这样子啊 对啊 台湾都这样 很多都这样 都想要回家 都说不这样的 我都希望在医院 你看那又跟国家的风俗习惯 又有关系了 是不是 那有的国家如果法律规定 不能回家的话 你想回家也不行 所以最保险的 就是你这个心灵这个神是要回 就近圆满的家 就近圆满的故乡 要往净土去 要往极乐世界去 无论你在哪里 要让他能够方便 稳当的求生净土 往生上去最好 所以这一题就是 重点这样跟你回答 不然你到哪里都不见得是好地方 都有很多过失 在台中的李居士 五戒弟子 三十八岁 你讲到佛弟子应该要乐于受持戒律 对于同修报名受五戒 有些同修会觉得 我先佛祖前发愿自行受戒就好 佛祖前发愿自行受戒 跟法师传戒 你只要得戒 那本质是一样的 你只要得戒了 你就要持戒了 无论是怎么样得到的 先讲 你说法师传八观这戒 那是很庄严 又有很多的讲解 开导 传戒的仪轨 还有大家共同受戒的功德 还有你一个人在佛前自视受戒 那一样得戒 你还是要严肃的看待 庄严的看待 不是说我自己在佛前发誓得戒 好像比较轻松 稍微违犯一下不要紧 没这回事 那一样得戒 但是呢 之前道场师兄跟我说持戒要想清楚 他讲的没错啊 要想清楚啊 我自己先菩萨前发愿持不邪淫戒 三年就好 请示上师如果遇到同修有这样的状况 要随时同修目前的因缘还是鼓励同修更发心持戒 他自己愿意在佛前发愿三年不邪淫 这非常好啊 这个人很有善根你不觉得吗 我们大家来举手一下 你自己曾经在佛前发愿我三年不邪淫 举手没几个人了 对不对 除非你都受戒的了 一般人他会这样已经很有善根了 那你会这样的原因如果是不了解 终身持戒的功德 或者圆满持戒的功德 你当然可以劝进他 跟他说明 我跟你讲持戒怎么样 是拿书给他看 五戒表戒 然后他理解了 原来是这样 他本来不理解 听你这样讲 理解 他自己发心 这很好 但是你还要看 你观察一下 这个人品 道德 是不够的 不行的 人来风 一头热 那种的 一时兴起就要怎样 非常感性 非常情绪化 事过境前都不认账 他如果人品是这样的 你不要一直鼓励他受戒 你说你先学有这个持戒的精神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你自己先平常 无论有无正事受戒 你先做好这些 这都不抵触的 我已经在我们观音山各道场都学了 宣布 每次受戒法会 大家都继续抱怨受戒有功德 对不对 诸佛都因为持戒而成正觉 但是你没有观察 小心有过时 他的人品不行 他的讲话不算话 或他不会修行 程度还不到 你说我愿意持不饮久戒 可是他的工作是每天都要喝酒交尽应酬的 他一时善根跟你说 我要不饮酒 我发誓不饮酒了 他每天要去面对他的老板 他的同事 他的客户这些东西 你要给他做个观察 他现在可能还不行 工作也要检讨一下 家庭状况检讨一下 他的人品 他的稳定性 对佛法的信心和了解 做个观察 那有的人他不懂 你们现在有传戒 五戒 哪五戒 不杀生 不脱道 不邪引 不妄于不饮酒 可以啊 我可以啊 给我抱下去 你知道呢 五戒都舍起来 那不是普通人 那鬼神都敬重的 没多久又办菩萨戒了 菩萨戒 比五戒还要更进阶版了 对不对 我要报名 这样 他好像在收集一样 我想要让人家更敬重我 那我自己也更有荣誉感 这是不对的 他都没有好好的去了解 你说其他道场 很多都这样子 那其他道场 他自己要自负因果啊 对不对 有些人受了菩萨戒 他搞不清楚什么叫菩萨戒 我们受菩萨戒 除了传戒 讲了两三个钟头以外 受戒的人 我们之前在会公日的规定 要诵戒 每个月都要诵戒 而且还要针对受菩萨戒的人 不断去开办课程 不断的就要去复讲 菩萨戒他的另外的范围 经论所讲到的要点 都还要再给菩萨戒的人去补充 那我真是佩服那些意高人胆大 都不知道什么是菩萨戒 所以就报名的人了 然后他还说 我受菩萨戒 他的所言所行 戒律破光光 过患很多 那传戒的法师 传戒的上师会折授 会影响他注视时间 所以这个佛教 真的要好好的广宏 真的要好好的 行思这个问题 正法久住 我们都希望正法久住 正法怎么叫久住 正法久住先得住在你那里 我知道什么是正法 我要正确的学佛 正确的皈依 正确的发心 正确的学佛 然后别人修不修 别人学不学没关系 正法至少住在我这里 我修 而且因为正法住在我这里 我还因为如理如法的用正法 影响了我的家人 亲戚朋友眷属 要这样子 不是报名参加这个仪式表面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很多的密宗的道场在台湾 法会的时候好像人还可以 平常人都很少凋零 然后大家四处跑道场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根本的基础教育不重视 道德教育不重视 这都不是真弘法 脑袋还没有开窍 脑袋开窍不能这样弘法的 有的时候有很多过失的 所以任何人他说他有任何的善念 他要三年的不邪淫 他要吃素两年 他要不生气两个月 他要戒烟一年 你都要随喜他 好啊 好啊 那你说要不要给他加码 劝他加码 劝他加码 要让他了解 自己发心 他不了解 他也乱发心 那真是危险 再来台南 何居士 菩萨界 二十九岁 你看二十九岁就是菩萨界了 心逢佛菩萨或祖师圣诞功德增长日 趁这个时间多向原众邀约来行善功德 希望原众也能累积广大的功德资粮 但是如何向原众解释功德增长日 为何功德增长才是如理如法呢 哇 你这问题太大了 功德增长日好几种啊 你看这个怎么讲呢 那你比如说昨天是农历的十月初八 这叫大涅槃日 涅槃日 在九元节以前 很多的众生在这一天捨抱失去生命 那在这一天佛菩萨加持 如果在这一天能行善 会有百千万倍的功德 对这些过去舍抱的众生来讲 也是莫大的慰藉和超见 所以他的功德是增长的 多倍的 因为他是有这样的因缘 所以每一个功德增长日的缘起不同 佛陀天降日 佛陀视线超三界的大笑 上升到天界了 为生母说法 度她到长极光净土 他讲了很多的经典 其中一部叫地藏菩萨本愿经 凡间的人思念佛陀 就有人代表去劝请他 重返人间 对不对 他答应了 由于这个因缘叫佛陨天降日 七天以后真的重返人间 叫佛陀天降日 有这样的缘起 所以他是多倍功德的神变日 亿万倍功德的神变日 所以每一个神变日 他的这个因缘不同 所以你就是自己有 要去跟原众说 你做一点功课 先了解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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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